男子拿出錢包 乖乖交給警察 難道是好心人 十斤不昧嗎 你看一下 那個皮起來是不是一個 對啦 我剛剛拿著 剛拿著啦 對啦 你也不用對 我垮掉了 你剛剛拿著 原來是當事人喝醉了 還好診斷過程都被原警目睹 從接近到犯案得手 警方當時正在巡邏 剛好在停等紅燈 沒想到卻能看到一名男子 倒在路旁遭人洗劫 這起當街洗劫案 發生在九號凌晨三點多 台北市中山的林森北路上 晚上營業的酒吧酒店多 沒有想到成為 冠切挑選的熱點 被害人是一名公務員 和朋友在民生東路飲酒後 疑似要返回住家 卻不生久利倒在樹下 孫性男子發現有機可生 趁機偷走皮夾 好巧不巧 巡邏遠警發現異狀 當場一線刑犯將人逮捕 每個人對酒精的內受度不同 有人即被黃糖下毒就斷片 有人好以後還能自己搭車回家 只回被害人疏忽 醉倒路旁 皮夾被拿走都不曉得 直到被警察叫醒 還好巡邏時陰眼察覺 等紅燈意外等到小偷 自投羅網 怎麼可能報骨不著啊